我們把鞋子脫掉 睡覺也要申請 玻璃門外駕駛們排隊 走進休息室裡 14坪空間 情境燈光加音樂 一張大床放中間 就算要排隊 駕駛也要等著睡上一覺 現在麻煩要幫我登記一下 打開玻璃門 25萬打造的人體工學床 還有棉被跟枕頭 除此之外 駕駛還能夠戴上耳機 邊聽音樂邊睡覺 其他駕駛們玻璃門外排排座 統統都是要等著消除疲勞 真的睡了之後 你會覺得你的生活 你的腳上會覺得很舒服 搭配音樂的效果 會讓我更放鬆 玻璃門裡駕駛睡覺 玻璃門外排隊人潮 就是因為休息室限時30分鐘 有舒適睡床還搭配燈光 讓駕駛可以迅速進入睡眠狀態 雖然睡眠時間不長 但還是讓不少民眾排隊等候 到西湖的時候是剛好是 很想睡覺的時候 然後就在車上休息 然後這個是因為有台灣也可以睡覺 比較舒服 國道荊棘母台中清水休息站 一到假日就湧進人潮 買東西吃東西 排隊人潮不只購物 還多了排隊睡覺 謝謝各位的台中報道